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你好 我是一桌 聽說你對飛機維修很有興趣 想來亞航見習 對 有點緊張 我们这行可是很辛苦的 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有特别对哪个部位的飞机维修 特别感兴趣呢 目前对飞机结构维修与检查 都很有兴趣 但没有了解各项工作的细节呢 好的 没关系 今天我会先带你好好参观工作环境 体验飞机维修平常工作的内容 啊 快八点了 我们先集合吧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规定 主要是分派今天的工作任务 这位就是我们的领班 我们现在就带我们总分派的工作下去做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什么 我们亚航呢 总共有分做三座飞机维修棚场 分别是飞机维修厂 发动机器附件维修厂 和直升机维修厂 各位在这边就是三号维修棚 然后分成了现场 以及身后的喷气工厂 以及我后方的白铁工作区 以及外面的清洗工厂 以及偷机班 首先现场就是现在飞机放置的地方 也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那我先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白铁工厂吧 走 这里是白铁的工厂 在我身后就是各种白铁专业的机具 白铁有点像是板筋 负责飞机的结构 外形以及蒙皮的修补以及检查 现在来到是我们飞机的喷漆工厂 然后工厂主要是负责飞机零组件的打磨 以及喷漆 像做完这些就是飞机的零件 刚喷完漆 喷漆的目的就是防止飞机表面的腐蚀 以及航空公司的特色 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地方移动吧 走 这就是我们刚刚过机班最重要的任务 把飞机安全的播放进工厂里面提放 先来为你介绍我平常工作的范围 这里是属于飞机轮舱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轮舱四周围密密麻麻的管路 这些都是属于抑压管路 那我们平常会做到抑压管的拆装 或者是油绿的更换等等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737的驾驶舱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仪表 这些都是属于REI 也就是航电组的维修范畴 他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 机舱内的Operation Test 或者是仪表 仪器 电路的查修等等 好的 我再带你到其他的系统部门去看看 走吧 好的 我们现在到这边是装备工厂 那我们请装备的同仁来为我们做一下讲解 你好 你知道飞机上这些装备为什么要移除吗 因为我们在飞机维修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安全 所以说移除后方便我们施工 哦原来如此 谢谢学长 那我们就往下一个部门前进吧 可以看到卡古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但是我们卡古班的同仁呢 必须要把所有的侧板 天滑板以及地板做拆除的动作 因为时常会有海鲜类的货物 而造成结构的腐蚀 所以结构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一个部门前进吧 哈喽 觉得还好吗 这边是飞机的垂直尾 大概有五层楼这么高哦 所以修飞机除了有胆势之外呢 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你可以看到飞机的垂直尾跟水平尾 都是属于飞行操控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维修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里面的钢绳以及连杆做检查 哦 跟着我工作一整天后 以后比较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了吧 我想要跟你一样 负责整架飞机主系统 虽然是飞机部位里最复杂和最困难的 但越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越喜欢 嗯 很棒 其实我原本是学修车的 但是在当资源翼的期间接触到飞机维修 发现可以学习的领域很广 经常要接触到不同的工作内容 非常的有挑战性 因此才决定转当飞机维修工程师 不过我刚刚看了你的履历 你似乎也不是本科毕业的 对啊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相关科系不是必要的 但是非常的加分 但是除了本科系之外呢 其他像是机械啦电子 电机也都是航空业非常需要的人才 至于完全不相关科系 我会建议去就读 民航局认证的147学校 里面有完整的学程 该学程授课完毕 几乎就是等于是本科系的资历了 也可以直接进入航空公司担任飞机维修工程师 哇我看你多一750分很棒耶 飞机维修的标准大概是 多一450左右 虽然英文不用到对打如流 但是因为我们的工单内容都是原文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英文是非常必须的一个技能 因为工作内容都是用英文 这个我没问题 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呢 其实就是背负着上百条的生命 因此细心与勇于负责是必须的 工作之中呢出现任何差错 一定要勇于承认 向上级回报 只要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千万不要有所隐瞒 好的 我会谨记在心里的 加油 希望将来可以看你来上班 拜拜 拜拜